中道就是不偏颇 就是正而不偏 正而不邪 而我们众生总是在两极对待过程当中 不是对就是错 不是善就是恶 不是有就是无 不是生就是死 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好就是坏 但是我们知道啊 这个你我好坏善恶都是相对的 都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说没有善哪有恶呀 没有你哪有我呀 没有苦哪有乐呀 这一对待的东西往往都是相依相成 而我们在这一相依相成的整体过程当中 偏颇的认为不是好就是坏 这种认知方法过于简单 过于草率 过于偏颇 往往不得其正 没有一个整体的思维基础 判断基础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两个都有礼 又怎么吵得起来呢 难道有礼就是成为我们吵架的一个借口吗 你发现没有 公的礼偏于公 婆的礼偏于婆 都有偏颇 没有站在一个整体上 而中道呢 就是要掌握全面整体 把一个相对的一个东西 站在这边看看 站在那边看看 于是你就能够得到一个什么 整体的全面的综合的一个整合值了嘛 所以这种中道啊 实际上就是要去除我们对于边界的认知 非此即彼的这个偏颇认知方法 对于认知真理 并没有帮助 只能够激化我们的那些偏执 所以说要学中道的时候 他就走出了一种相对的是非观念 相对的对错观念 站在一个绝对中和的 大剂量的这个整体层面 来衡量他的时候 你看 你才稍微如点实 你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中道呢 中道就是一个度啊 这个度掌握不好 你看看 你总有失偏颇 这个度怎么去呢 也许有无是一体 有和无在一个什么点上 能够达到一个最圆融呢 这就是我们消除偏见以后 消除偏执以后 回到中道上的一种无穷尽的努力 儒家也好 佛教也好 都非常讲究这种中 儒家讲中庸 佛家讲中道 道不偏为中嘛 你偏了 难免就陷入于这一偏见 像你和我 你站在你的立场上 你总是认为你对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总认为我对 那我们两个是一个关系 一个你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你 既然相互离不开 为什么不能提升一点认识的维度 站在一个整体立场上 而不站在格子分别对待的一个基础上 你的维度站高了 认知稍许能够前进一点点 如果不然 那个偏颇的 非此即彼的 强烈对待